第29题很特别的一题 locus 题 然后这一种题目呢 考试会出 还要我们show that the locus of p locus p你就马上写 p xy 4 unit from a 所以就是p a等于4 所以我就有x-2的square y-5的square 整个square等于4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有x-2加4x加4 y-10y加25等于16 所以它变成x-2加y-4x-10y 然后这一个29 那是9-16 那是13 等于0 ok 题目呢 要我们show that 他does not intercept with the x-axis so x-axis 是这样的东西呢 我们在这一边 这个是x-axis 这个y-axis x-axis 的时候 y等于0 所以我的y等于0 所以我的y等于0 我就有x-2加4x加13等于0 然后我的b-4x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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-13 就是1-13 我的这一个 locus p.inderset x axis ok 这个是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做 好 这个如果啦 我要 用desmos来做的情况之下 ok 我的这个x2加y2 然后4 减10加13 ok so我有x2加y2 加4x 减10y 加13 4x-10y加13 等于零 我们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他是没有碰到x axis ok 然后他有碰到y axis吗 有 ok 他有碰到y axis 这样我们要怎样证明他有碰到y axis呢 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做extra的step 来 so y axis的情况之下 x等于零 所以如果我在这边我的x等于零的情况之下 他的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equation 就已经没有x了 因为他是零嘛 这样 所以他就变成这样 so我的b2-4ac -10 square-4×13 4×1×13 100-52 48大过零 所以他 啊 intercept add two points 一个 两个 这就是我们证明他有碰到或者是没有碰到的方法 然后这一个其实 其实我们在结合着的是 那一个form two chapter two 的type of routes的那个部分